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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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就說 做到這些塑膠材料很有用 但是我們不適當地處理 就很有問題 當然你說 會不會濫用 就是另外一個問題 但是也都需要想就是 濫用了我們想少用 怎樣能夠合理地去用少一些 還有有系統令到別人不要太干擾大家的生活 也都可以平衡到大家的健康需要呢 就是一個更加重要的問題 我們選一些比較嚴重的例子 譬如說 是不是有些化學藥品可以令到人中毒 我聽過在大陸有個案件 就去一個地方的新裝修 即是家居 進去之後馬上生癌症 會不會去到這麼嚴重呢? 甲醛 那個就完全就是 而且那些癌症很多時候就是從你的呼吸道入了 它裡面碰到什麼就是哪裏出事 我都聽過如果甲醛是搞到人生血藍是真的容易一些的 因為你身體去分解這些東西的時候 本身它就會是有致癌物去走出來的了 所以呢 都聽過一樣東西的就是 尤其是在 以我所知的 我聽了幾年了 十年 可能都有十年了 中國大陸就很流行那些人新居入伙裝修之後 不搬進去住的 打開了門窗 吹去一年半了才搬進去住的 那原因就是他們那些 無論傢俬那些木料和那些油漆就有甲醛在那裏 那這個問題 你說如果在香港呢 你很容易找到那些油漆是沒有甲醛的 甚至乎有人去發 有些牌子的油漆是可以幫你化甲醛的 但是如果你說在香港來講呢 就算我自己家裡試過裝修過之後 都發覺很多甲醛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什麼呢 它油漆沒有甲醛 它用的那些傢俬那種木料沒有甲醛 但是它用來接合貼那些材料那些接合劑 本身就有很多甲醛就出來了 那就很麻煩 所以大家要避就要避 所以凡是這些化工材料 或者甚至乎不是只是氣體 就是我們講遠了 是一些如果是塑膠製品 它變成了一些很薄 或者是可以到處飛來飛去一顆一顆 或者是變成氣化了的時候 其實那個危害大家要是很留意的 所以你說呢 對於我來說減少用塑膠呢 不只是在說在那個吃飯那個盒 喝水那個瓶那個層面的 是說去到就是說我們會不會用了很多這些方便的塑料的材料 那些可能薄薄一陣 或者是存在了在氣體上散發了在大氣上 但是我們吸進去都是會是危害呢 我覺得那個叫做減少塑膠材料的問題 應該是有一個更大的 context在背後 那我想去到一些很具體的狀況 幾個例子 我們現在在用的紙杯 不是紙包裝的飲品 是 我們在用的紙杯 裡面是不是都還有一些東西 可能令到我們的身體受到損害呢 這裏呢 我就記得看回很多朋友呢 他講到現在 現在沒得用那些膠杯 是不是 可能你是要一個整個透明膠杯 就不可以再用 或者那些膠的飯盒也好 怎樣也好 取而代之就是說 那你就要用一些紙的材料了 紙的材料麻煩在是什麼呢 那些東西會漏、會透 有油、有汁 就會漏汁、會滲、會浸爛 所以就不可以很長期的用的 於是我們今時今日買紙杯 大家有沒有留意的 紙杯也好 還是有很多那些飯盒也好呢 其實裡面是有那些防水料在那裡的 記上人,你去我那裡拿個紙杯出來 我給大家看看 是的 是的 我想大家有用到那些紙杯裡面 你自己摸到那層塗層的材料很不同的 外面就跟普通的紙一樣 但是靈石裡面碰到液體那一層 就有一個塗層在那裡 那個塗層其實就... 我不知道台長你有沒有試過 你裝普通的汽水、普通的水就沒有什麼問題的 到什麼時候開始會有問題呢? 台長拿著這些紙碗、紙碟都有那一層 你一摸就摸到的 它底面不同的 手感不同的 底面不同的 是的 到了你真的滴一滴水上去的時候 你更加會被割的 它是薄薄的一層 那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想過這層東西是什麼呢? 其實呢 都是一層 你可以說是一層符合塑膠定義的一件事 因為它是一種化工材料的聚合物 你都可以說它是一種塑膠材料來的 是的 還有台長你有沒有試過呢? 我想你不會試的 但是你有沒有聽過人家說 這些杯不要拿來裝裂酒 嘩! 你有沒有試過? 不是 我見人試過 不是我試過 或者是很不著數的 你用一次你就知道不著數的 你如果拿這些普通紙杯那些 裝杯汽水沒有什麼 你就可以放一個下午 由早上擺到晚上擺到汽水沒有氣 都還可以的 但是你拿來裝裂酒 你會發覺那個杯是會漏的 會深的 是不是那些酒砸穿了呢? 是的 應該就是那個酒精和它的相互作用來的 如果你還拿穿一回事 滲個杯漏一回事 你喝了下午 你想一下你就把那些酒精拿出來的那些塑膠物料 你就喝了下午 所以為什麼就是說 很多時候這些裂酒產品 你用玻璃瓶裝的 你都不會看到那些很厲害的裂酒 雖然我看到也有些會有的 就是某一隻日本牌子 平價威士忌呢 是弄到很大瓶 用一個膠瓶就拿來裝威士忌的 其實就長遠來說不是太好 你其實會有那些叫做拿出來的 其實有人俗稱的素化劑那些問題 那就是 你這些這樣日常生活中 你用那些浪費了塑膠是一個問題 但是你不小心吸收了喝了下去的那些 其實就是另一種問題 依然很久那時候有一次台灣那些飲品素化劑的問題 就直接令到就是說 那個素化劑的效果就是 知不知癌 我不知道 但是比較容易令到男人就不育 那這個就是另外一種的問題 但是酒固然大家很少用這個紙杯喝 有的是很意外的情況 但是熱又如何呢 你說酒會拿 熱會不會將它融化了 也有在肚子裡呢 熱極就有個譜的 還有你知道它會不會融不融化 都很簡單 你真的去倒一些熱水下去 放一會兒看看它有什麼反應 會不會好像我們擺烈酒那種的反應一樣 是不是 在這裡相對來說危害少一些的 因為通常你說這些膠的材料 它能夠放這些熱的東西就很適合了 就是它那個無論那個融點 就是會不會那個滾水都沒有 就是都沒有大滾水就已經變了型 它這些它有考慮到那些材料的融點會是怎樣 會不會變質 那這裡我覺得反而危害是相對低一點的 但是譬如你說 如果你是那些易結鑊的東西 易結鑊照計呢 你如果是用外國人那種煮食的方法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你是用我們大排檔那些含含的鑊 你放一隻易結鑊下去 主要把那些塗層燒完之後 找些東西又刮去又成這樣呢 就衰硬的 掉出來的那些東西 在這裡我們看到很多那些 你不小心吃了一些塑膠下去 或者那些很籠統的塑化材料那種危害的 我繼續由我們紙杯那個故事那裡講下去 那陣的塗層其實牽涉到那種這樣的聚合物材料 很多時候是一種我們今天被歸類為 是一些幾乎是叫forever chemical的東西來的 就是說它這種這樣的材料 它是很容易是在大自然不是那麼容易被分解的 你做了出來我們暫時看到 好像就沒有什麼對人類的即時危害 但是當它們去譬如融入在其它東西裡 在大自然周圍走來走去 你不小心去累積了吸收了很多的時候 那其實就有一個問題來的 我們去想很多這些化工材料 最高可以能夠吸收多少呢 化學人就很熟這些這樣的標準 但是對於一些我們未知的一些材料 那個危害不知道在哪些 就往往不懂去制定的標準 其實以往我們有一集都提過的 那些叫forever chemical 或者它們俗稱叫做PFAS的這些化學材料 它們不小心就存在了在我們日常生活很多的地方 譬如尤其是防水塗層最喜歡用這種材料 一件雨衣外面那一層 就是怎樣令到那個雨衣不會濕 我們會用到 一隻紙杯或者一把傘 我們令到它防水性能更加好 那個紙杯不會被那些飲品去弄濕透了 就會用了這些叫forever chemical的材料下去 而這些這樣的材料 我們一直我們就是 就是我們是未見到它那種潛在危害 但是現在終於就是說 美國是應該頒布了一個新的標準 這些這樣的PFAS 是應該設置一個人體可以吸收的上限 然後我們也要求這些製造商 它有一個合理的機制去回收和處理這些forever chemical 就是令到它不要扔到在周圍的環境裡周圍都是 現在我們看到一下 我們一方面很想去 就是你不要管現在我們是民間的層面好 還是政府的層面好 去逼大家去減少用塑膠 但是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地方需要留意 我們用少了膠杯 但是我們用多了這些這樣的紙杯 但是這些的紙杯裡面 是照樣有這些這樣的很微細的罪合物 而這些罪合物有機會就是流落在這個環境裡 是很耐力久不消散的 我們一方面用少了一堆的塑膠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可能用多了紙料 但是那些紙料牽涉到用其他的塑膠 可能就會對我們人體在另一方面威脅我們回頭 這件事情是可以發生的 所以我當然看到就是說 現在一般那些很容易爛的紙的叉子的羹 那些就不會有什麼防水材料在那裡的 但是我們會看到就是我們會用多了很多那些紙料的杯 但是其實裡面就會有更加多的防水塗層存在於在那裡 會不會就令到我們吸入的風險就會多了呢 就需要留意現在最新的那些醫學報告 對於這些叫永久的化合物 Forever chemical 那個危害會是怎麼樣的呢? 那個紙杯的問題就不是說純粹現在去交化那麼簡單 你看到我們買這堆紙杯都不是因為那個去交的 是啊 買了很久很久的嘛 原因就是因為大家第一樣東西 你沒有這麼多杯子在那裡 如果有一群人上來 那當然買這堆紙杯 那你只不過希望就說 大家不要經常用的 但是如果你看到呢 第一樣東西是紙包飲品 沒有人不知 我自己戒了的了 我非逼不得已我才去喝紙杯 但是如果你看到現在這篇文章更嚴重 為什麼呢? 全部都有的 你衣食住行全部都有這些東西 是 越是將它弄得微細化 你會發覺它就越容易滲透到 毛孔不入 它叫一個名字叫Forever Chemicals 就是在大自然環境那裡很難被降解 就是它呢 你知道塑膠很難被降解 塑膠就算去到一個地步 到一個份子那麼小的時候 如果它不能夠被分解到 就是又是一些不能被降解的東西 但是那些東西會不會 又在一些地方不刻意累積了 或者我們不刻意吸收了呢? 而且就出來的情況 就不只是在我們的表面出現 我們會是內服了 當你那些叫PFAS 那些叫Forever Chemicals 這些永恆的化學物 走進去我們食水的水源那裡 而我們食水檢測標準 從來不去防這個東西的時候呢 那我們就會不小心去吸收了很多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在歷史上 見很多這些教訓就是 往往就是在一個環境裡面 有些人他不小心吸收這些東西太多 於是乎中了毒 我們於是乎就要為那種這樣的材料 去定制一個合理的標準 令到環境裡面不可以超過太多 殺蟲劑DDT出現過一次這樣的故事 落葉掃又出現另外一次的故事 今時今日連這些微塑膠 和這些叫永恆的化學物 會不會又是重複這個故事呢? 我們就不希望到真的有人出現有事才發生 就是才懂得去防 但是現實是有人出事才知道會制定 從來都是這樣的 但是要提一提剛才你說的那個熱結鑊那裡 因為這個我們很熟悉的 因為曾經打過一宗很大的官司 是 打不贏 然後拍了一部電影 我們曾經說的一部電影就是 那個熱結鑊是怎麼來的那個材料 是那個坦克車那裡油的那些東西來的 然後我忘記是哪家包工廠做的 不知道是不是杜邦 是不是好像Dupont的Teflon 是嗎? Teflon 現在是整個牌子來的 是是是 現在都還有的 現在還在迷 不是好像你剛才說的 你很猛火才會溶 基本上就 如果你日積月累 你都可以 是的 依然就是說 他可能在比較不是很高溫地去燒它的時候 他都會有一些份子甩出來 如果那些份子甩出來 去到你食物裡你吃了 會不會致癌呢?這樣 那最後這件事你發覺就是 就是現在就變成 你可以說都是一種都市傳說 但是那個憂慮就還在這裏 我們對這些很悲觀的 為什麼呢? 就是他是大公司 就是他去做個research 我們找不到證據 你跟他爭論你就 非有這個巨大的財力 你都說 那就靠記者 那件事就是靠 不是靠記者 靠那個律師 那個律師肯 肯接這件事去打 最初就不是人知道的 是那些牛 在那間工廠隔壁 那些牛全部生cancer 那個農夫就是想告他 但是大行是不肯接的 是那個大行裡面的律師 就是這個正義上身 跟他打 但是後來都不贏 但是後來揭發了什麼樣子呢 就是那天他研究的時候 那幫research 那幫接近那個research lab 那些全部都生了cancer 但是他們不肯出聲 為什麼呢? 那家公司養他們的 連他們的兒子上去大學 都是封了書給他們的 所以他們不會出聲 那類似這些 你覺得是陰謀論 還是怎樣 交給觀眾自己去決定 但是呢 但是呢 結果有一個好處 就是 即使生cancer 都是大家值得的 為什麼呢? 一洗就脫了 怎麼這麼說呢? 其實很可能呢 我們現在生活環境中 很多事情都是致癌的 不過致癌的那個年期 可以是拖到很長遠 因為原來吃足一百年才致癌 他是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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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相信是你的事 是啊 好啦 我們完成了今天這個科學申請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神秘的東西第一節 2022神秘的東西 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和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 嗯? 話說呢 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 大炒大賴 說要下飛機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旁邊的那個 就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飛機 就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說 其實那個女人 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 坐在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 的東西 那 幾圖 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 其實都不算是新的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東西 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 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什麼今天神秘的東西 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就會不會 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人呢? 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並不是我和阿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在扮演我們 在做節目 但如果是這樣 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 人們就去追究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 你就追究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 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 沒錯 其實我和阿幾圖 就真的沒有合過 但正正就是 我想說的話 其實呢 就有人扮演我們兩個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 就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 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神秘的東西就是這樣 之後呢 就有神秘之夜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 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幾圖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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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